马可波罗作为一名来自欧洲的基督教徒,为什么会与信奉伊斯兰家的波斯人或回会人在国家观念和政治观点上达到一致? 这当然不能仅仅以他懂得波斯语来解释,而和他在中国的地位与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文献中至今尚未发现有关马可波罗的直接记载,但依据元代的惯例,他应被称为耶里可温。 耶里可温一词来自波斯语,源于希腊语,他在中国文献中有两种含义,一是专指警教徒即基督教涅斯托里派,进而泛指基督教各教派的教徒,一是泛指来自基督教国家的各国人户。 在元代减免差役赴税的文书里,耶里可温与僧道达什满并列,是泛指基督教徒。 在注入户籍和族籍的文书里,他和维吾河西回会人并列,是概称来自信奉基督教各国人们的国籍或族籍。 马可波罗既是基督教徒,又来自欧洲的威尼斯,他被称为耶里可温,是没有疑问的。 在元代社会中,蒙古、瑟木、汉人、男人曾被划分为四等,享有不同的待遇,这当时形成于元氏族末年至成宗时期。 马可波罗来华时还没有这样明确的制度,但是来自中亚和欧洲的各族人,已被广泛称为瑟木,并建或称为蒙古人、汉人以外的社会群体。 在这个群体中,当以回会人,既来自中亚各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为其主体。 耶里可温作为一种族籍,也被包括在瑟木之中,被称为瑟木人。 所以,钱大新著,元氏氏族表,图记著,蒙沃尔史记氏族表,都把耶里可温列为瑟木氏族之一,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瑟木这个群体中,既然包含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各族人,彼此之间自然难免发生各种矛盾。 但由于他们是独立于蒙古、汉人之外的群体,在许多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在对待蒙汉事物时,又往往持有相同的观点。 马可波罗在树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时,十分明确地站在反对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的立场。 游记中,详细记述报答基督教徒的一山灵记,对伊斯兰教徒嘲讽背致便是一例。 但在对待回护人与汉人的冲突时,又明显地站在回回人一边。 前举有关阿和马的济世便是显著的例证。 马可波罗多次指责佛教徒崇拜偶像,也与他对待伊斯兰教徒的态度显有不同。 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十七年间,蒙古人与汉人当然是把他作为瑟墓人看待,他自己大概也以瑟墓人自主。 援军攻打襄阳时,曾采用回回人伊斯马因贡赴奉献的投石炮,被称为回回炮。 马可波罗自称是他的贡献,当然并不可信,但也说明直到他回国口述见闻时,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与回回人、回回炮连在一起。 元代中国色目群体中的各族人,有多种途径得在官府任职,但从事商业活动的回回商人,仍是这个群体中的主体,在人数上大概也占据多数。 在官府任职的色目官员,是人民的统治者和压迫者,并多侍权牟利,因而遭到广大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的厌恶和敌视。 马可波罗游记在记述阿和马事件时说,你们必须知道,所有契丹人全部痛恨大可汗的统治权,因为他叫达达人和许多回回教徒来统治他们,这叫他们看起来是拿他们当作奴隶。 又说忽必烈对这地人民没有信任心,但只相信自己随从中的达达人,回乎教徒和基督教徒,他们都忠信于他,所以叫他们去治理这地。 马可波罗敏感地看到了色目官员与汉地人民之间的矛盾,所论也大体上符合当时的实际。 这种矛盾由于阿和马一党的横行而更加激化。 马可波罗在中国的社会身份我以为并不是这类色目官员,而是往来各地在民间经营商业贸易的色目商人。 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一对以下事实的考察。 一,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是否担任过元朝的行政官员或奉使官员即使臣,历来研究者多有异议。 游记中的有关技术极为模糊含魂,难以置信。 书中只说马可波罗被称为阁下,而没有出现过任何官名或职贤。 元朝奉使的使臣包括寻行国内各地处置公务和出使外国的使臣,也包括为元廷去国内外争取或采办货物的使臣。 但任何一类使臣都必须持有朝廷授予的各种类型的牌符。 元廷对此规定极言,早在元太祖窝扩台时即定制,使臣无牌字,有文字往来者,一段案达西字。 马可波罗对元朝的牌子制度极为注意,在游记中多次描述了各种牌子的形质和用途,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如果他也曾被授予牌子,不应不计。 但书中只说他随同波斯使臣回国时持有金牌,而在中国十七年间,京行各地从来没有提到被授予过任何一种牌子。 没有牌子的出使当然不可能是元朝的正式使臣即奉使官员。 元至中苏衙门及诸王驸马各头下,均可派遣使者经由驿站传递军情要务,但也需由派遣者授予几亿元服或差使元排。 此类使者人数极多,马可波罗但显然也不可能属于此类。 游记中具体说到奉使只有两次,一次是出使哈拉章,一次是出使印度。 出使哈拉章即云南大理乌满地区,是在他来中国后不久,而且是他第一次自大都远行。 马可波罗第一次出行,即选择如此遥远的地区,应当不是偶然的。 据他自述,是受到忽必烈的指示,并委托他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是可能的。 忽必烈即位前曾受命远征大理,平云南后既有领兵北上,因而对云南地区众多民族的状况所知不多。 游记中,关于行经哈拉章、金池已知缅国的济世,并未延级执行任何行政使命,而只是记录了当地的民间风俗和物产、贸易情况。 甚至对缅国边界山坡下的济世和金银比价也都记忆如新。 大抵他此次所谓出使,只是从事商业活动和了解民间风俗,回朝报名并无其他使命。 出使印度,使得他离开中国前不久,作为印度,当时游记第三件所说的大印度,即马巴尔。 马可波罗颇为详细地记出了马巴尔的情况,并且注意到采猪的方法和宝石的贵重,但无奉使出行的记录。 原始外国传马巴尔等国条,记载马巴尔宰相马因帝曾自称,反复回回国金珠宝贝进出本国,其余回回近来山谷。 马巴尔是色目商人采购珠宝的地区,元朝政府也曾遣遣遣遣其地求取珍宝。 原始始祖纪至元二十二年六月纪,前马苏乎阿里奔超千殿王法八国求其宝,赐马苏乎虎福阿里金福。 陈德之教授曾据此证明,元朝统治者长浅色目商人到海外采购奇珍异宝。 如联系此条记事考察马可波罗的出使印度,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元朝前马苏乎与阿里奉使去马巴尔求取其宝,曾分别赐给虎福和金福,并且载载石鹿,为元始始祖纪所本。 他们才是朝廷的正式奉使官员,继世臣。 马可波罗的所谓出使既无牌服又无记录,表明他并不具有这样的地位和身份。 有一种可能,马可波罗的出使印度即使随从马苏乎和阿里的使团商队去马巴尔,他不是正式任命的使臣,但可以商人身份作为随从人员,前往采购珍宝。 马苏乎等回朝的年月史无名文,元始始祖纪至元二十四年,二月秉承纪,马巴尔国贡方物,三月秉承又纪,马巴尔前使尽其寿一,内罗尔聚,毛黑白兼措,名阿塔碧吉。 阿塔色来自波斯语,意为有花文的,碧吉当时寿名。 马巴尔国前使进贡方物其寿,应是元朝前使去马巴尔求其宝的回应。 南海诸国派遣使臣商队,随从反国的中国来使,到中国大陆进行朝贡贸易,乃是席建的常例。 唐使马可波罗随从马苏乎于1287年春夏间回朝,波斯阿鲁魂寒派遣求婚的使者活者等,已在大多。 此后,随有取到马巴尔携同去波斯之意,在时间上也大体相合。 这当是一种合理的推测,稀无确证。 另一种可能是马可波罗的初始印度,与马苏乎阿里的初始无关,而是在较晚的时间另行搭乘商船出海,但可以肯定他并不是像马苏乎阿里那样的金牌奉使。 马可波罗游记在寄述西兰时,提到忽必烈曾太前使臣去西兰购求红宝石。 威碧本多出,我马可波罗是使者之一,亲眼得见此红宝石。 威碧本叫他本增出的文字,或凭推向铺眼,不尽可信。 西兰与马巴尔相近,此使臣是否既是网球起宝的马苏乎和阿里,也无从确证。 倘若所记处时,也只能说明马可波罗本人并非忽必烈太前的使臣,而只是随缘之一。 马可波罗是否曾在扬州担任元朝的官职,也是历来争议的问题。 波杰曾假设他是扬州行省长官,学者多以为可疑。 波杰本及约尔著本说他寿命治理此城三年,但令本只说他居住此城三年。 马可波罗从未提到过他所担任的官职名称,也从未提到过任职期间所经历的任何议事。 波杰和注意到中国史书及扬州智书都没有马可波罗任职的记录,因而推测他好像是个盐务官员。 盐务贸易是元代商业中的重要行业,马可波罗多次谈到有关盐业的事。 他曾参与经营盐业贸易是完全可能的,但说他是盐务官员并无实证。 所谓治理,如果可信,假设他以商人身份参与过扬州的商务管理,当更为稳妥。 马可波罗在他精行之地都注意到基督教的传播和教堂的情况,邮寄中所记多可由中国文献或文物证实,但书中从未说到他本人从事传教活动。 他并未担任过元朝授予的管理宗教事务的官职,也没有像马尔古斯和孟德科维诺那样由罗马教廷授予教职。 二、马可波罗游记记述的中国情况涉及政治、军事、法律、奇文意识、风土人情等许多方面,但他没有像一个旅行家那样去描述名山大川的秀丽景色和文物古迹,也没有像一名官员那样去记述行政事务和官场纷争。 而是以极大的兴趣记录了各个地区的物产、贸易、集市、交通、货币、税收等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 有人统计邮寄中关于商务的记录约占中国部分的六分之一以上,以致欧洲人曾把它看成是东方的商业指南,这应当不是偶然的。 马可波罗自进入中亚地区后,即注意记录了各地的物产和工商业状况。 他在中国十七年间不仅记录了扬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商业名称的商务和物产,而且还细心观察了途径的中等城市的工商业状况。 其中关于地方特产、商店市场、贸易方式、物价税率、货币折算及金银比价等等记事,甚至比当时中国的某些文人技术更为详细和具体。 这不仅表现了他对商业的特殊兴趣,而且表明他具有丰富的商业知识和在中国从事商业的实际经历。 书中较多涉及的珍珠、宝石、香料、银业等等都是元代色木商人所经营的行业,可能也是波罗一家经营过的行业。 马可波罗在中国各地的精行路线,研究者或以为方位没有不合,如是依据商业贸易的需要,自可往返各地,不凡费解。 除出使云南一线外,他在中国的大部分时间是都在江南繁华商赋。 这本游记说马可波罗到过南方九省中的三省,以扬州、杭州和福州。 辣木学本说他到过杭州数次,游记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富有、最繁华的城市,对杭州的技术远较扬州为强,他在杭州的时间可能要多于扬州。 他曾随同叔父马飞到福州,对福州的状况也有较多的技术。 此外,泉州是出海的商港,马可波罗自然要在泉州停留。 元代色木商人经营海上贸易者甚多,马可波罗除所谓出使印度外。 可能也还到过其他海上岛国,经营南海的国际贸易。 马可波罗因不懂汉语,似从未与汉族文士交往,也没有结识色木文人。 他曾提到在辛金塔斯学朋友阻力符合,冶炼石棉。 在寄出杭州南宋的议事时,说所有这些事情,皆是当我在京城京师都时纳成的一位富商告诉我的。 又说从一位收税官处听到胡椒消费的数字,可见他所交往的人物也是商人和商务官员。 马可波罗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技术往往却有其事而不尽相和,可能就是由于在商业社会交往,得字诗识的传闻。 三,波罗一家本来就是威尼斯的富商。 马可波罗的父亲尼戈罗与叔父马飞因贩运珠宝质波斯,随随从波斯使臣到达元朝上都。 他们奉忽必烈之命,随同元朝的使臣去罗马叫停,约在1275年携带马可返回上都报命。 他们的使命四季从此完结,此后留在中国长达17年之久, 并未再有奉使或任职的记录,当时在中国各地继续经商。 马可波罗曾随从父叔到过襄阳,又曾随同叔父停往福州。 如果他的父叔是在各地经商,马可当也是随同经商。 马可波罗回国时带回大批珍宝,因而成为威尼斯的百万富翁,跻身于贵族的行列。 这已由威尼斯县城有关档案文书得到证明。 也由1324年马可波罗在里亚托亲自书写的《处置大批财产》的遗嘱得到证明。 马可波罗留住中国而成为巨商,巨商是巨富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这个事实表明他只能是在中国和南海各地长期往来经商,才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财富。 倘若只是一位旅行家或船教士,绝不可能积累巨额财富,只是援朝的一般官员也不可能积累如此巨额财富。 威尼斯的档案中还发现有1311年马可波罗因设乡贸易纠纷提出控诉的案件。 摄乡产于中国和州林的山区,马可波罗游记中曾几次提到摄乡的出产。 一次是在技术四川亚州一带藏族地区,一次是在技术临近的建都,说这两个地区受累甚多盛产摄乡。 南方的白城也有摄乡出产,此外还技术西宁州一带出产世界上最好的摄乡,并且详细叙述了摘取和晒制摄乡的方法。 自一本说,马可波罗还把这里的摄录的一幅头骨和脚骨携带回国。 饭运香料是元代色木商人所经营的行业。 摄乡诉讼案说明,马可波罗直到晚年仍在他的故乡通过色木商人与中国或邻国继续进行摄乡贸易,而这应当是他在中国期间就已熟悉的职业。 维尼斯现存有关马可波罗的档案文书和他本人所写的遗嘱是研究马可波罗绅士的最为可靠的第一手文献。 这些文献从不同方面说明,马可波罗乃是一位善于经营的富有的巨商。 依据以上的考察,我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17年间,既不是作为旅行家或船教士,也不是作为元朝的色木官员留居中国, 而是作为一名色木商人,在中国各地以至南海诸国从事商业贸易。 他的邮寄只讲各地见闻,而很少讲到他本人的事迹,可能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中国文献中不见有关他的记事,可能也是由于这个缘故。 不过,马可波罗一家应当确诚受过忽必烈的接见和违复,他的所谓奉食也不应全出虚构。 从这方面说,他又应与一般色木商人有所不同。 元代色木商人中有所谓汉托商人,汉托一词源出于突厥语,原文有伴当、伙计之意,或者执意为商骨。 元代之所以应用这个音译的专用名词,是为了表明他不同于一般色木商人的特殊身份。 汉托商人可以直接接受大韩朝廷或诸王头下的伟父去各地采办商货,或经商放债牟利。 他们虽然不是朝廷的官员,却因持有官府的伟父文书,取得在各地经商的便利,并受到保护。 原典章行步十三,防盗门载。 中统五年八月初四日,领奉圣旨条化那一款,诸汉托商骨,凡行路之人,先于建筑处,私县官,私具状招宝,给公平方许他处勾当。 若公饮献满,其公事未必,依所在盗给。 汉托自一地转往他地,可由地方官府给予公平,捣换文书。 他们受伟父的商务或其他事务也被视为公事。 这种勾当公式的汉托,汉语中没有与之相当的词汇,文献中也未见有确切的定义。 原典章户部三,急策门载。 智元八年户口调化,称汉托户为剑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 此可概括说明汉托商骨基本人户的性质,这大约也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奉使。 综合考察马可波罗所记出的状况,推测他是色目商人中的汉托商人或接近事实。